上课吃零食是一种好习惯吗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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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的 看看小爱老师是如何教育上课吃零食的学生 你不要过来啊 欢迎来到小爱小课堂 还在呢 老师都要气哭了你知道吧 上次考试又是全年级垫底 看看你们考的好成绩 小明100 小红 59.5 全班唯一一个不及格的 其他班 就有十几个是一百分 咱们班就只有一个 看看你自己考好成绩 你下来跟小明学习一下 小明10券给我 来看看 这就是人家小明的百分之十券 答题规范自机工整 啥时候你们才能写成这样 我们来看第一题啊 2加2等于多少 就是甜一甜啊 2加2 再来看下面有一个4加3等于多少 这其实这两道题都是特别简单的啊 都是单 都是各位数的加减法 我们班有个机材啊 2加2等于4 4加3等于6 小明 你是不是在吃东西 上课不能吃东西 所以说2加2等于4 我们可以看成两个苹果 再加上两个苹果 等于3个苹果 这是我们计算过五数遍的啊 所以这个结果是等于4 那现在4加3等于7 对 等于7是不是正确的啊 来 我们可以把4的看作 1和3 那我们都知道3加3等于6 对不对 6再加1 6再加1就等于 就等于多少 就等于7了对不对 就等于7了 所以正确就等于7 我们来看下一题 就要不贪吃一些 都说了多少遍啊 学校是学习的地方 不是你吃饭的地方 都说了在家里吃饱喝饱了 再到学校你来 家里没吃饱啊 这里是学习的地方 有学习氛围 你不学不要影响 其他同学学习 你就考 才考了59.5 你还得加油 要齐活 知不知道 考得大点分 你就还不好好学 就知道老师讲的 讲的这些题 你还不听 全班就你一个人 正常提琢琢了 还不好好听 我希望上课吃零食这种行为 以后不要再给我发声 要是被我逮到 那就不是发作业了 还要请家长 思想不端正 有问题就要及时纠正 我看谁敢把零食带到班里来啊 我让你把你家里的零食都带过来 给同学每个人都分一包 看谁的零食都 这件事情啊 就这样结束了 下次我不允许再看到零食 再下一题啊 小明有五个苹果 吃了三个 还是那几个苹果 小明有五个苹果 那就是有五份 对不对 然后吃了三个 就是减去了三 五 减三 等于多少 五减三等于多少 你来 五减三等于多少 一二 好 二等于二 所以五减三等于二 知道其实这个结果就是二 可以看到这儿你吧 还有啊 今天咱们班上上课 有两个同学吃零食 那咱们今天中午的作业 就翻倍 翻两倍 有两个同学吃 希望下次不要再有这样的现象了 下课